好饿呀 饿就去弄点吃的 我害怕 怕什么 怕黎晨兰 你都在万炉门混了这么久了 还怕他 那在万炉门混十年的门徒都怕他 那我害怕他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对不对 我怎么就收了你这种徒弟啊 练功又差 胆子又小 谁说我胆子小了 那天去宗门大会 不就是我们一起去对付那些宗门人的吗 你这算什么 当年我一个人单挑他们宗门 不照样打赢了吗 你这不过是跑路而已 还没打呢 不过话说回来 那柳苏若妄图解除当年 我对陆明轩设下的封印 还真是贼心不死 女魔头 我能问问你 为什么一定要杀鲁明轩吗 难道只是因为你是万炉门的 他是宗门人吗 我陆昭瑶向来恩怨分明 你以为我吃饱了撑得 无缘无故去封印他 那是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血海深仇 什么血海深仇啊 当年是我太天真 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语 按他说的要去做一个好人 结果我做了好事 却被他设圈套逼问 在我快要被他拷打至死的时候 我唯一的亲人来救我 我被救了 我姥爷却被陆明轩杀了 你说 我要如何放过罗明轩 如果不是我爹被他们害死 我是无虑如何都不相信他们是坏人的 坏 他们岂是坏字足以形容的 女魔头 别的我都不担心 但是现在苍领哥哥还在他们手上 如今事情的原委我已经弄清楚了 苍领哥哥跟这件事情无关 虽然我跟他无法再续前缘 但是我真的没法眼睁睁地 就这么看着他不管 我也明白 等小丑八卦稍微痒一痒 我们就把柳苍领带护完路门 可是怎么让他救回苍领哥哥 我今天看他神色感觉好恐怖啊 而且再加上 他本来就讨厌苍领哥哥 我去探探口风 想见他就直接说嘛